2024年最不值得推荐的三款苹果手机 如果说你正在纠结怎么入手的 切记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避免踩腾翻车 第一款就是这个iPhone14了 当初很多人为了追求新款而去选择它 但实际到手之后基本上都会后悔 外版上跟这个13没有啥任何区别 深入体验还会发现续航还没有13的好 而且外版的14它是需要开孔打卡槽的 所以说差不多的预算 想让更推荐你们直接入手这个13 Pro 无论续航质感高刷还是拍照 各方面都是吊打14和15的 目前无锁的13 Pro188G市场报价是3450 那么先给你们看看正常同行还在出多少 4099是不是有点贵 但在小样这里直接低至3599起 而14的报价的话则是3399 那么第二款的话就刚刚提到这个iPhone13了 白色的 那么作为21年发布的这个畅销的入门机型 从配置上来说 很多地方其实是不如12PM的 首先质感上面绝对没有12PM上档次 摄像头配置上少了一个激光雷达 和一个长焦镜头 关键12PM它的一个运存有6GB 而13的话还是老古董的4GB 所以说12PM会更加耐用些 而这小人家同样都是二字头 2999起 那么这个13和12PM怎么选 你应该知道了吧 至于第三款就是这个12 Pro了 作为首款支持5G网络的小屏旗舰 虽然配置上面确实比技术款要强 但是它的电池容量却只有2815毫安时 再加上5G的功耗 它本身就不低的一个情况下 完全不足以支撑一天一充的一个需求 所以说目前即便是无锁吧 128G市场报价也只要2450 但是小样的话依然是不推荐 那么以上我说的这三款 有你们考虑的吗